濮阳之战击退吕布,晚成生死遗嘱张秀,以死护卫曹操的古之恶来,典维。 典维,陈流几五人,东汉末年名将。 典维是陈流几五人,他行貌魁梧,有利过人,有大智气节,性格任侠,当时相依流逝,与虽阳人李勇为仇敌。 典维便为刘氏抱怨,李勇承认副村长,家中被为甚为严谨,典维驾车,载着机久,伪装成正在等候别人的闲人。 当李勇开门出府时,典维便怀匕首向前截杀李勇,并杀死他的妻子,再慢慢地走出来,取出车上刀挤,步行离去。 由于李勇的住处靠近集市,整个集市的人都震惊了,虽然有几百人追赶典维,但无人敢靠近。 典维行走了四五里后,遇上了李勇的伙伴,双方交战,不久典维脱身而去,自此为豪杰之事所赏识。 初平连接,梁州董卓祸乱朝义,陈留太守张淼与曹操举翼,组成反董联盟军,针典维为军事,隶属于司马赵宠。 军队的衙门其又长又大,没有人能举得动,典维一只手就把他举了起来,赵宠对他的才干和力气都很感到惊讶。 兴平连接,张淼与曹操决裂,并伺机偷袭曹操,点为转头曹操仗下,隶属于夏侯敦,之后随夏侯敦四处征战,数次杀敌有功,被败为司马。 兴平元年,公元194年,曹操与吕布在濮阳作战,吕布的别支部队屯兵于濮阳西面四五十里的地方。 曹操前往夜袭齐屯,数日清晨破职,曹军尚未及时回还,而吕布就兵已至,双方三面会战,当时吕布轻身搏战,自早上至日落,双方熬战数十和,护持盛极。 曹操临时招募破线敌阵的人选,点为先战应目,另外带领其余应目者约数十人,进阶重装两箭窥砍, 不持盾牌,一律只持长矛了解。 同时,西面战情告急,点为突进抵挡,吕布军攻武乱发,始见如雨,点为竟然无事,向随从说道,贼军来到十步之类便告诉我。 不久,随从说,十步了,点为又说,五步之类再告诉我,随从畏惧,立刻说道,贼军来到了,点为手持十余之小几, 大呼而起,以己致敌,锁头者无不应手而倒,战了多时,吕布军众撤退。 此时,刚好是日暮之时,曹操才得以引军而去。 曹操任命点为为都尉,安排在自己身边,让他带领清兵数百人,长绕大仗巡逻。 点为本人强制勇武,带领的人又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兵,每次作战,经常是最先攻陷敌阵。 点为因公被谦为校尉,他性格忠厚谨慎,经常白天在曹操身边视力整日,夜晚在大仗附近休息,很少回到自己的住处。 点为喜好酒食,吃喝都是别人的两倍,每次曹操赐给他酒食,他总是尽情吃喝。 在旁伺候的人,相继给他端酒添菜,需要几个人才能供应得上。 曹操认为他非常豪重,点为耗用大双脊与长刀等兵器。 军中给他编了军宴说,帐下壮士有点军,提一双脊八十斤。 建安二年,公元一百九十七年,曹操南征晚成张秀,张秀出营投降。 曹操胜为欢乐,便邀请张秀及其将帅一同致酒高会。 曹操行酒食,点为池大利于其后,府任尽有齿鱼。 曹操所至之人前,点为都举府破市。 酒宴中,张秀及其将帅均不敢仰视点为。 十余日后,张秀因曹操落起审,颇感耻辱,于是在假属的建议下,突然反叛,齐袭曹操之营。 曹操被杀得措手不及,出战不力,于是率轻记逃走。 点为在门前奋战,张秀军不得恶住。 张秀军于是分散从其他门进仗,当时点为部下兵校仅有十余人,皆殊死恶战,无不以议党实。 但张秀军先后涌来越聚越多,点为用长级左右攻击一击击去,便将张秀军食余之矛摧断。 而后,点为左右死伤者虐尽,点为本身亦受伤数十处。 双方短兵交接,张秀军想上来活捉他。 点为用双臂夹住两个张秀军,将他们杀死。 其余的张秀军不敢向前,点为又冲上去突袭张秀军,杀死数人。 他的伤势也因此加重,点为就此怒目大骂而死。 张秀军方才敢向前割下点为的头颅,互相传看,全军又多来看他的躯体。 曹操退驻五阴,听闻点为以死为之痛哭,招募间谍取回了他的尸体,亲自凝哭,遣其归葬相依,拜其子点满为郎中。 曹操的车架每次经过相依,常用忠劳的礼仪来祭奠他。 曹操追思点为,拜点满为司马,引为晋士。 曹批继王位后,以点满为都位,赐绝关内侯。 镇始四年,公元二百四十三年,点为德想从事于曹操妙庭。 点为武艺卓越,被清代著名史学家攀梅评价为雄武壮烈,不在张辽许楚之下。 在三国演义中,点为膳食两只铁重八十斤,曾经为朋友报仇杀人,提着仇人手机经过闹事,数百人不敢进。 因驱猛虎过剑,被奉命寻找人才的夏侯敦认为是奇才,推荐给曹操。 由于可单手举起欲坠的旗杆,被曹操称之为古之恶来。